各位,今天是我們晚不同集的2020年,即是20年代的第一輯播出 就是第79週的第二輯,是2020年的1月1日 在休息那幾天已經構思好整個星期的大綱 也都在我免書那裡公佈了,大家可以看回的 所以今天就有時間去了遊行,也都搞到遲了才開始準備 和播出的時間都會遲少少的 首先就說回今天的遊行,有朋友說今天的氣氛很不同 我覺得今天是很灰暗,可能天氣的問題 還有我想我們心理上有些抗拒,抗拒是什麼呢? 就是在主權移交之後,22年,我們那些大日子 譬如說七一遊行,元旦遊行,或者六四的燭光晚會 我們都是由這些活動來講,直到2019年之前 我們都是用一種快樂抗爭,加連華這樣的角度 但是去到2019年6月開始發生的這麼多慘事呢 我想一個正常有良知的人,是沒有辦法做到一種的快樂抗爭 或者將它加連華化,不要說交化 今天,幸好我看不到那些戴頭套的人 我想口味的各個不同,我就非常抗拒 本身的心理上很抗拒 我不覺得有什麼值得大家這樣把它變成一種 一種好像一種的慶典那樣,是吧? 但是為什麼我們以前那二十年呢? 就是一直到2019年之前都是這樣呢? 就是我想除了六四是有沉重的心情 但是很多都是身火相傳 就是說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 我就有,是不是? 那當時我們就見到很慘 那為什麼我在六月這個運動開始的時候 我已經跟大家說了 香港已經不需要再用六四這個圖騰 或者再六四對香港的意義已經沒有了 那六四不會沒有意義的 但是六四對香港人的特殊意義沒有了 以前是怎樣呢? 以前就說六四一日裡面 在這個某一個國家的首都裡面 對青年學生和爭取民主自由的人一種屠殺呢? 香港人呢?是唇亡齒寒 還有同籌敵蓋 就是覺得有一種叫compassion 還有在一個所謂華人社會裡面呢? 是唯一有這麼大的華人社會 我們仍然有一種自由 甚至可以說在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聲稱有主權的一大片土地裡面 或者它實質上有主權的 它聲稱它對台灣也有主權的 但是說什麼都沒有用的 你一天不去武統台灣 我就給你一個天氣做膽 我告訴你習近平先生 你是不敢武力統一台灣的 你儘管放馬過來 是不是?我講過很多次的 適例內任外強中竿 你只用嘴巴說 你是沒有辦法 沒有能力 心知肚明 不能夠用武力攻台 就是說你用嘴巴去精神上打飛機 其實台灣你碰都碰不到 現在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 有自己的國際關係 自己的政府 自己的貨幣 自己的軍隊 自己的民主選舉 你夠膽就走過去 台灣 現在台灣島和金馬澎湖的主權 不在你中共手上 我意思就是說 我意思就是說 在中共實質上有主權的 一大片土地 而有一個很大的華人社會裡面 是唯獨在香港 一個國際上這麼重要的城市 每年的6月4日 都有大規模的儀式 用燭光去悼念 1989年6月4日凌晨 清神那些犧牲的 爭取民主自由的人士 這個就是香港抗爭的意義 但是為什麼 這個六四在香港失去了它的特殊意義呢 就是說 其實六四在香港已經發生了 由6月12日 去到今天2020年的1月1日 這一段期間超過200日 香港的血債 但是我不知道你怎麼還 我告訴你 是不是 所以 香港 沒有一個 已經 六四在香港沒有一個特殊意義 我們一定會繼續悼念六四 但是 我們要悼念更多的 就是612 是不是 就是721 就是831 就是10月1日 還有928 多到我數不準 還有11月11日 還有接下來的 有些沒有日子的東西 怎麼說沒有日子呢 數以千計的屍體被發現 是不是 那些人死得不明不白 全部都沒有可疑 林鄭月娥 竟然可以放肆到說 沒有直接 就是示威者直接 是喪傷 不過警察受到重傷 喂 那示威者受到重傷 我都不計 喂 他沒有直接 你沒有證據而已 為什麼沒有證據呢 是因為現在警隊本來是一個執法機構 但是這些 這樣的被自殺 屍體發現 不明不白死了的人 或者很多受傷的人 譬如說 在閹沙咀 爆眼那位女生 還有這個印尼的記者 是不是 還有剛剛一位姓鄧的女作家 那個比較輕微 但是 都是在行人路上 在九龍旺角區 行人路上 在沒有示威者聚集的情況下 被你催淚彈 打平射 射到眼角 那位霸眼女生 她的眼睛受到嚴重傷害 那位印尼女記者 是永久失明 印尼女記者是一個國際上的問題 是吧 到現在超過17封信 她的法律的代表 是寫給警察 連提供哪一個警察 是發射這個武器的 都提供不到 是吧 那你林鄭說什麼 就是說 這個是萬聖的進行一個 天安門屠殺 而是擺在全人類的眼前 所以 香港 已經是陷入一個痛苦的悲劇 一個無間地獄 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如果 去到2020年的6月4日 我去維園坐在那裡 我也不知道 我的心情是怎樣去形容 是吧 所以今天很灰暗 天氣也很灰暗 在這麽灰暗的天氣裏面 我不知道 帶那些古靈精怪頭套 你那個 你那個意義在哪裏 除了某一個機構 可以挖眾取寵 是不是 可以課金之外 是不是 我不再講這件事了 就是說 但是之前 就是 2019年之前 我們香港有一個特定的七一和元旦抗爭的文化 比如說有些角色奇蹟的街站 好像一個主題公園 我每次去到都覺得很 就是有一種振奮人心 但是現在 是沒有這種心情 好了 那我不講這個了 我就說 其實 我要再提一提 關於現在這個運動 在目前這個階段 很多人就說 哇 泛民什麼什麼 第一是這樣 是不是 好像那些人戴膠頭套 好像那些人 不是代表泛民 不是泛民的領袖 來的 他們搞這些事情 就泛民中槍 是不是 泛民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 那些人說 泛民啊 和你非啊 現在贏了這麼多區選 那其實 會不會是人血萬頭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大家要搞清楚 現在贏了這麼多區選的那些年輕人 有很多都有政黨背景 比如說公民黨也好 公黨也好 民主黨也好 其實 他不是老一輩那些泛民 他是靠自己在前線上鮮明地反共 和他們 是豁出去和這個政權鬥爭 是在 一個這樣的形勢之下 當選 而且他們不是沒有做事 好像元朗區議會 官堂區議會 我都講過 已經在做實事了 難道每天都會有 放煙花這樣的轟動的東西 給你看到 你才心滿意足 是不是 就是原本的 元朗區議會 是拒絕了調查這個721白衣人事件的 那現在我們反台了 是不是 這個官堂的音樂噴泉 是不是 那些音樂 現在我們準備去播榮光 這些只不過是一個開始 我們要斷了它的水喉 我們要造成一個黃色的生活圈 我都講過很多次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黃色的生活圈 我自己都不覺得自己是一個黃絲帶 這個是全球反中共 全球圍堵中共的一個 經濟制裁的生活圈 我說過這個所謂公平貿易那一集 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些有些童工啊 戰爭罪行啊 或者是破壞資源啊 那些產的那些咖啡啊 或者那些農作物啊 或者那些生產出來的那些東西 那我們就要抵制它 或者給個標籤 這個公平貿易呢 就沒有那些child labor 那類東西 是不是 那那個就叫做公平貿易 那個就是一個很交的國際組織 但是我們用回同一個概念 就是說 如果它用 囚犯的勞力 非法的勞力 或者用新疆這個 宗教迫害的集中營的勞力 或者他們在香港 不去解除對我們的暴政 我們就要抵制中共政權生產的東西 這個不單止是個黃色經濟圈來的 這個是國際圍堵中共的公義經濟圈 可以做到很大的 我講了很多次 就是說 不是說和理非一定是勇武 不是說這個問題 而是說 我們是 將這個 14億人被騎劫的東西 將它孤立變成小數 一定要利用那個國際的形勢 是 那這個呢 香港一定要做回我們的配合 那 而我們現在區選那套大勝 其實國際上 是西方的世界 或者民主自由的世界 都是看到這件事情的 怎麼能夠說泛民騎劫了 不如不要選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呢 就別有用心這樣去攻擊 其實有政黨背景的一些年輕的手足 對不對 其實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總之就說 我是不是公民黨 民主黨 公黨 或者社民聯 都不重要的 總之 這幫年輕人走去做選舉 他打出旗子 第一不是鬼 第二我不扮共 第三 我就要反共 那就選到了 是不是 我們可以會口零分的 就選到了 這樣 這個就是人民的勝利 不是泛民的勝利 這麼簡單的道理 你也不懂 是不是 好了 那我講回今天 為什麼要講這個問題呢 就是說 我想了很久 就是說 現在我們看到台灣 是不是 那個選舉搞到古靈精怪 韓國瑜 就是之前 為什麼我是 極之抗拒國民黨的韓國瑜呢 大家看一下 他走來香港訪問 竟然進入境 這個已經有問題 是不是 連一些民間的 學術界 或者文藝界 好像張鐵志那些 都進不來 韓國瑜進來 一進來 上案 就見這個 黃志民 進去中聯辦 喂 那你中國國民黨 現在是什麼 你怎麼對 就是 愧對 兩位蔣先生的在天之靈 什麼叫看賊不兩立 啊 是不是 其實 廢了的了 國民黨 所以 就是沒有法子 是 不可以 就算含類含什麼 都要投蔡英文 是不是 所以 就說 現在台灣的選舉 就很肉酸 其實 而蔡英文也不是一個 得人心的領袖 是不是 坦白說 而呢 台灣對外界的政治形勢 是一竅不通 他們竟然將這個川普 和韓國瑜 是相提並論 原來呢 就是台灣呢 他們不知道 害他那個呢 就是民主黨的希拉莉 和奧巴馬 這些我不去深入講 我找一集去講 那現在呢 就是說呢 他們因為 對這個 就是 國際 左膠的主流媒體 的照單傳收呢 他們就視這個川普 為洪水猛獸 然後呢 就將韓國瑜 給川普呢 於是呢 想著可能打擊他的選情 但是他有所不知呢 這個就是 今天我要真正講的主題 就是呢 這個 川普總統 就是 現在有三個譯法的 杜林普、川普 和特朗普 是不是 我覺得川普挺有趣 是不是 那麼川普總統呢 那些人說 就算 就是 沒有 就是沒有 沒有惡意批評他 沒有人身攻擊他 都說他是一個瘋子 他上任之後呢 他的政策 是我們捉摸不到 是 unpredictable 是一個狂人 但是其實 我看回 2017年初 的一些評論 如果大家可以留意呢 就是2017年 他上任了三個月 去華沙訪問 然後講一個 西方的自由主義 是怎樣在波蘭 是一個 最敏感 最前沿 最關鍵的地方 其實 就是因為 要對抗這個社會主義 和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和共產主義 就會破壞 是 現代的文明 是吧 令到我們走向野蠻 其實這件事情 左膠是沒有辦法面對的 因為他們 是不能夠把這個 列寧斯大林 和這個社會主義 和 大政府主義的 一些 一些 左派的路線 劃等號 而呢 我看到 就是說 我們看到 他好像是一個狂人 但是其實 原來 由他上任到現在 或者甚至在他參選的時候 他作一些承諾 關於外交的政策 全部都是跟蹤一個劇本 這個劇本 原來不單止是反對這個民主黨 或者之前 小布希他們那些國際的政策 甚至 是推翻了 美國一百年的國策 講到這個美國一百年的國策 大家要看一幅圖 看了這幅圖再說 各位 在這幅圖裏面 就是美國在 二十世紀初的 民主黨總統 伍德羅威爾順 Woodrow Wilson 他就由 1913到1921年 做了兩屆總統 包含了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期間 他在任內 歐戰爆發 後來稱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 爆發了幾年之後 美國才參戰 就是在1917年 威爾順提出了一個叫做十四條 和威爾順主義 就是 主義這些東西 就是有時候那個翻譯 就是譬如說 我們說 ISM 馬克思主義 但是 門羅主義 就是美國總統 美洲的事 是由美洲人去管 這個 Americans for the America 就是 它就叫做 Monroe Doctrine 就不是叫做 Monroeism 很奇怪 現在我們在說 這個Trump Doctrine 就不會說Trumpism 這個 當時是說 Wilson Doctrine 現在就是說 這個 川普狂人 究竟他有沒有一套主義 或者一套 綱領一套 外交的政策 或者是亂來的 現在我們發覺 就是說 將他和百多年前的民主黨 的威爾順總統 那個外交政策的比較 就可以看到一些跡象 其實 現在美國那個 大勢的轉移 究竟是 那個方向轉到幾嚴重的一個程度 就說這個威爾順總統 就在歐戰爆發了三年之後 才在1917年去參戰 在參戰的時候 就提出了一些國際主義的精神 如果你們相信 二十世紀初 是有兩個陣型 慢慢成形 其實有三個 一個就是 法西斯或者納粹的 右翼民粹主義 我們可以稱之為 另一個就是 這個 共產主義運動 就是由這個 俄國十月革命之後 就是1917年 就在莫斯科建立一個基地 實行這個世界革命 輸出一個世界革命 推行一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還有一個陣營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陣營 有些人稱之為資本主義陣營 就是後來去到二次大戰消滅了法西斯和納粹 就變成兩大陣營 就是 那些人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陣營 和社會主義陣營 即是美蘇的冷戰 最後蘇聯解體 有些人就說這個是歷史的終結 從此得到一個超級大國 共產主義已經行不通了 其實以上的看法全部都很有問題 就跌到一個陷阱裡 那長話短說 在這個歐戰爆發的期間 為什麼那些左翼的人 是得到這麼大的市場呢 其實我都看到 當時的國際金融資本 是活躍程度已經跨越了邊界 比如說美國的摩根財團 他們在全世界去融資 在西方社會 無論是協約國和盟國 無論是德國、匈牙利 或者奧空帝國和德國、德爾治帝國 或者英法 就是戰爭的兩邊陣營 他都放水給他的 即是說攻他就贏 治他就沒有輸 即是說這些國際金融資本 根據列寧的說法 就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所以這些人類就攻敵了 所以 對抗這個資本主義 反對這個殖民主義 反對帝國主義 就可以鼓動到很多左翼的人士 即是他們有一種正義感 有一種文包文語 一種的胸懷 他們就會投入左翼的鬥爭 而在另一方面 威信是另一種形式的國際主義 即是他說 我們要對抗這個野蠻 要希望可以爭取民主自由 我們必須要用戰爭去消滅戰爭 這個就是說 the war that ends all wars 即是說我用戰爭去消滅所有的戰爭 這個會是人類最後的戰爭 美國在歐洲是沒有政治野心 沒有經濟野心 不想佔據他的土地 也都不想謀求一個世界的霸權 但是我們要甘願派出美國的年輕人 用他們的鮮血 是用這一場戰爭去製造永久的和平 以戰爭去消除戰爭 那他要求的是什麼呢 就說國際上要有公義、平等 要有民族自決 要反對殖民主義 反對帝國主義 要希望那些國家 可以民族 可以自決 可以獨立 可以得到公平 即是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這個威爾遜那種想法 就是一個洋洋灑灑十四條 我們覺得很奇怪 其實美國人為什麼要用自己的孩子的寶貴的鮮血 去做一些這樣的犧牲 而美國是真的藍倒一針一線 即是什麼都得不到回來 我們看回頭 事實上 自從美國參與國際事務 甚至在戰場上 是作出重大的犧牲 這條路一走了 過去一百年 美國都是沒有收手的 你看一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是幾年間 美國就是以聯合國出兵的名義 派出自己的軍隊 在朝鮮打仗 而是最後犧牲了接近四萬人 真是死了 介入越戰 又真是這樣 然後有一些所謂新保守主義 就是在中東 是希望可以 驅使一些政權的改變 建立一些自由民主的制度 就不停地 被人覺得他是窮兵獨武 到處派兵去打 即是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都可以說得通 就說因為日本偷襲珍珠廣 所以美國被迫參戰 因為美國在珍珠廣都死了幾千人 日本犯我 我要還擊 現在最奇怪的問題 當日 威爾遜 在1917年 為什麼要把美國的孩子 派去大西洋的彼岸 然後在無情爆火之下 犧牲大量的生命 而最後 就是勾戰結束 簽訂這個 在巴黎和會開會 他簽訂這個梵爾賽條約 是吧 美國槍道成立國際聯盟 其實 美國國家 是一寸土地都拿不到 也都沒有想著拿 那為什麼呢 原來有一些分析 就發覺 其實 這個崇高偉大的威爾遜 其實不是這麼崇高偉大 原來 但是這個我覺得 說了出來大家聽聽 因為我們不可以 走回去 將死人復生 去回威爾遜那個腦裡面 然後審問他 你當時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是我們有些環境的證供 就是說 在1914年的時候 歐戰爆發呢 其實美國 包括威爾遜本人 都是主張和平 還有呢 是中立 還有是不參戰的 他是抵抗了 歐戰裡面 是兩邊都不偏幫 一直都不參戰 而美國本身的民意呢 也都不主張參戰 但是其實中間發生了一些事呢 就是說 美國的大企業 雖然說 就是 兩邊的生意他都做 但是因為和民同種啊 和和英國的一個特殊關係呢 他大部分的投資呢 都擺在英國那邊 而是英國那個大英帝國呢 是一個很強大的政治力量 經濟力量 和文化力量 是掌握了一些先進的科技 而大英帝國呢 是掌握了全球的通訊科技 就是我們知道呢 就是 其實香港以前有個叫做大東電報局呢 就是在百幾年前呢 就在 現在的環球大廈隔離呢 有一座建築的 就是那個 應該就是在環球大廈 就是那個呢 就是以前的郵政總局 就是這個 這個二十世紀初建立了一座很漂亮的建築物 就是愛德華式的建築物 然後呢 後來呢 就搬了去這個 就是 就是 富麗華酒店 就是現在變成一個 就是 現在變成一個 叫做 就是 一些 大 就是中共資本的銀行 就是 建設銀行 如果沒有 應該是 就是 富麗華酒店隔離 就是 這個 就是 現在變成建築銀行 那裏呢 就有一個叫做 水星大廈 那麼 那個水星大廈 我可能搞錯 就是 不是這個就是那個了 就是 富麗華和這個 Risk Carlton 事實上一座 應該我沒記錯 是 現在的建築銀行 在那裏呢 有個水星大廈 那就是大東電報局 就是說 全球先進的通訊科技是英國壟斷 而英國有辦法在大西洋的海底鋪設海底電纜 電話電報都可以通 而在歐陸過去的海底電纜 就被英國的特殊技術全部剪斷了 所以在歐洲和美國之間 歐洲大陸和美國之間的通訊 就全部在歐戰時期斬斷了 還有因為剛才說的同文同種的關係 所以美國的商業貿易很多都跟英國做 而英國本身是一個很具實力的大帝國 是一個先霸了地盤的帝國 而德意志帝國後來居上 所以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地盤和科技發展都落後了英國 所以這樣美國和英國的特殊關係 就是美國就在英國的投資裡面的風險就會大過 在歐陸的另一邊的參戰國很多 就是這個奧空帝國和德意志帝國 雖然美國的某一些資本家 好像摩根一樣兩邊都賣 但是如果英國這一邊輸了 美國就會陷入一個經濟大蕭條 所以打了三年 戰爭都是膠著狀態 美國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 逼使歐戰分出勝負 而且是令到奧空帝國和德意志帝國沒有法治 就算打不贏德國 都不可以讓英國輸 如果英國輸了 美國就糟糕 就糟糕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美國是必須要出兵 但是因為原本美國在一個孤立主義之下 還有要求是中立和和平的 怎樣去 以今日之我去打倒昨日之我呢 美國就一定要用一個方法去解話 一定要有一個論述 而這個論述就是邱吉爾主義 Sorry 是這個威爾遜主義的這個國際主義 這個十四條的精神 它背後原來就有一個這樣的目的 那個目的就是要 英國和法國立於不敗 要插手這一場歐洲的戰爭 於是這一場歐洲戰爭就變成一場 所謂的世界大戰 其實是一場歐戰 是吧 那最後當然美國的參與呢 令到這個勝負呢 立即呢 就是一面倒了 雖然德意志帝國在東線 是打贏了沙俄帝國 但是在西邊呢 它沒有發展抗衡美國的強大的國力 所以最後呢 是失敗投降和歐戰呢 訂立一個停戰的協定 然後簽署這個環爾賽條約 然後呢 就德國和奧空的帝國都瓦解 在這一場戰爭裡面有三個大帝國瓦解 一個就叫做 惡圖辦帝國 一個就叫做奧空帝國 應該四個 一個呢就叫做沙俄帝國 還有一個就是德意志帝國 那個威廉 Kaiser 那個國王呢 就要下台 是吧 又要順位 那其實這一場戰爭呢 有四個帝國突然間瓦解 那美國提出的觀點呢 就說要民族自決啦 要反對殖民主義啦 要國家要獨立啦 等等等等 那於是呢 就突然間創造了一個新秩序 那這個新秩序呢 其實就很壞參半 但是因為他已經既成事實 和美國成為一個主要的戰勝國 可以在戰後呢 是規劃那個和平的那個願景 那所以呢 這個威爾遜所說的話呢 連他自己和他身邊的一些政治領袖 和西方的政治領袖 都相信了自己的那種 的慷慨激昂的那種的宣言 就是說呢 美國可以不為任何利益 而是為了公義和原則呢 參與國際上的軍事的一些的一些的冒險 甚至呢 是犧牲美國人的生命 那其實呢 因為他沒有法治港出口 原來就是因為美國的商業利益 但是這個東西我們理解 因為如果 英法的聯盟是輸了的話呢 美國和整個西歐的經濟呢 都會出現一個大災難 那但是他這一種的叫做威爾遜主義呢 就會立了一個先例 而這個先例呢 在跟著那一百年裡面呢 是改變了美國的孤立主義 令到美國在國際上進行很多的軍事冒險 我想最大的慘痛教訓就是在越南了 雖然越南一個代理人戰爭 人人都知道 北越和越共 它背後呢 是中共和蘇聯的撐腰 但是美國自己死了接近五萬人 是吧 好像五萬多人 而你在這個環境之下 抗日持久 然後呢 反戰情緒高漲 對美國來說 那個損失是大過那個收穫的 而且呢 令到他的道德應然性 令到那個國家的信心 就是對國家的信心動搖 對那個政治領袖的信心動搖 是對那個西方世界的那個衝擊其實很大的 其實在六十年代去到七十年代 因為那個反戰的潮流的高漲呢 是令到對自由民主 對二百多年的一個西方的秩序 和整個理念 整個價值 都是受到很大的質疑和衝擊 間接是產生了一個虛無時代 最後呢 是令到 其實 總之呢 是 弊多於利的時候 美國是否一定要這樣介入越南呢 為什麼要犧牲自己人的生命呢 就是很明顯地呢 他們用一百年的時間去推行這個政策是不對的 不對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 國家的利益 以及 就是 你要用一個誠懇的態度 去面對公眾 你不可以 將它包裝 將它美化 然後呢 就用一種論述 代替你心裡面真正的想法 而我為什麼說這個是百年的覆卓 或者顛覆了這百年來的美國的政策呢 就是川普總統呢 不是那些 右翼 新古典 新保守主義那些人 那些右翼 新保守主義那些呢 就是小布殊年代呢 他們就是 風起雲勇呢 就是說要 regime change 要將美國軍隊派去所有地方 出兵這裏 出兵那裏 是不是 誰不聽呢 就轟炸他 派兵進去 打倒他 換國他的政權 這些事情是不通的 所以我們看到呢 川普一上任之後呢 就根據他的承諾呢 就在主要之前 泥足深陷的每一個戰場 都撤退 但是很多人看錯了這件事情呢 其實 他是質疑以前的美國的外交和軍事政策 不是表示 他要美國變成一個弱國 美國要真正成為一個強國 一定不可以窮兵獨舞做國際警察 一定要保留自己的實力 在到真正危害到國家的真正利益的時候呢 才是實實在在去做一些速戰速決的事情 比如說好像最近 伊朗呢 就以為得米 是不是 為什麼以為得米呢 就和這個 俄羅斯和中共呢 就三國呢 就聯合演習 然後呢 也想著呢 用他的石油運輸呢 用人民幣結算呢 組成一個邪惡的聯盟 那麼呢 美國呢 就有隻無人機呢 在幾個月前呢 就被這個伊朗打落了 那麼就打落了那隻無人機 那麼伊朗以為很過癮 因為美國原本呢 就想還擊的 就不去還擊 因為川普是按住不讓他還擊 那麼美國又在這個敘利亞撤軍 那麼這個是根據他的承諾 是不是 那麼其實撤軍之前呢 美國對於那個 富爾德族的那個 那個遊擊隊呢 他們的支持是沒有減弱 還有 他是給了一些壓力 這個土耳其政府 那麼而土耳其和敘利亞他們之間 那個鬥爭呢 美國覺得不符合 他的國家利益去介入 但是我們看到呢 富爾德族的那個 那個反對那個 那個陣線呢 他是對美國是沒有意見的 因為其實美國不可以長期派兵在這裡幫他打仗 那麼但是你看到呢 就表面上好像在這裡退卻 那麼這個 伊朗呢 以為得米了 那麼就走進來 是不是 然後就 攻擊美國的一些目標 誰知道呢 就被美國突然間發難 一個突然的襲擊 就殺了他25人 然後呢 就嚴重地打擊了這個 伊朗所支持的那些武裝力量 於是呢 他們呢 就說 要圍攻這個伊拉克巴格達的大使館 那麼 在很短時間呢 美國立刻增兵 大家看不看到一樣東西 就說 你那個政策 不是窮兵獨舞 不是做國際警察 甚至他會到處去退兵 但是如果你以為他會造成一個真空 你有利可圖 你就挑戰他的權威 你必須付上沉重的代價 所以 所以 現在呢 伊朗呢 就啞子吃獲獵 他背後那兩個子老虎呢 一個中共 一個普京 其實兩個都幫不到他 那這個呢 就是說 做人呢 就要做一個 真小人 不要做偽君子 百多年前的威爾遜總統 是一個偽君子 他有真話說不出來 那我們同情他 是吧 但是呢 最好都是好像現在 川普一樣 我們 是不會 就是他的意思 不會做國際警察 我們其實看 川普的樣子很討厭 但是一個最支持香港的 年輕的參議員 Joss Hawley 他們在 你之前 抗爭的時候 來到香港 就是和我們的手足 connect的 你看回 Hawley 在他的tweet裡面 他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 美國不會 軍事介入 周圍燒火頭 但是 美國會 捍衛自己的國家的利益和價值 因為 美國是信仰這個自由民主 是會捍衛人權和自由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美國對於 一些 這些地方出現的 這些違反人權的事情 如果 是和美國的信念有違背的話 他們會用一種不同的方法 去支持這些人的抗爭 而不是 什麼都透過軍事武力去解決的 那麼 我們看到就是說 其實 現在是一個很年輕的參議員 George Hawley 我認為他的前途 無可限量 將來的世界 不是那些左膠折棒 是那些真真正正正做實事的人折棒 希望能夠有一個全新的角度 避免一些無謂的軍事衝突 但是在經濟和文化戰線裡面 是可以圍堵一些邪惡的力量 令到他們不可以作惡 這一個呢 就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是吧 所以呢 就是 大家要用 換轉另一個角度 去看一些東西 不要相信主流媒體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託